他在哪儿呢 带我去找他 我要问问他 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呀 他到底也要报复我们成家 到什么时候才能罢手啊 爸 你去了也没用 他根本听不进去 他的心已经被仇恨蒙蔽了 我自问 我成敬天这辈子 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 他少君为什么这么恨我呀 他对我到底有什么误会呀 小花 找个时间带我去找他 我要当面跟他问问清楚啊 好吧 有机会再说 时间不早了 我推您进屋吧 您也早点睡啊 好 我跟你说啊 别看那个橙框 表面上老实芭蕉的样 其实这骨子里 阴着厉害着呢 让我跟他比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知道他是怎么当上科长的吗 怎么当上科长的呢 不就是傍上了宋总吗 是吧 不然他有什么能力啊 他凭什么当科长呢 不过你们要相信啊 靠这种关系上位的人 下来得比谁都快 恭喜科长今天新官上任 承大科长 恭喜啊 等一下 有什么吩咐吗 有什么吩咐吗 是不是想传授我们 当上科长的秘诀啊 如果是因为我当上科长 让大家有各种猜测和并蓝 从而影响公司的向心力 我会考虑辞职 别别别别别 我们哪敢不服您呢 大家说是不是啊 怎么不说话呢 难道你们真的胆大包天 敢不服我们程大科长吗 谁敢 够了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不是我不服是他们不服 我知道该怎么做 是吗 那就好 不过别光说不略啊 好 陈科长 董事长请你过去一趟 董事长找我 是啊 转告董事长 我马上就等 好 陈科长 这位就是董事长 唐阿姨 不 董事长 您好 你忙去吧 是 很意外是吧 我没想到您竟然是 宋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也没有想到 宋氏能够招到你这么好的缘故 董事长 来 您夸奖 来 坐 小程啊 你的表现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第一次在面殿遇到你 你帮我挡了那碗热汤 好 我就觉得你是个耿直又值得栽培的人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觉得我的眼光是正确的 谢谢董事长的栽培 可是 恐怕我要辜负您那番好意 怎么了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要离开宋氏了 为什么 我很感谢您给我机会进入宋氏 可现在我终于明白 是您的原因我才能升职这么快 同事们也都这么认为 是总裁的原因我才能当上科长 大家都很有意见 所以 所以你要离开 继续留下来的话 总务科的同事会有更多的不满 你错了 你的晋升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跟宋瑶更是没有关系 你的晋升完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可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 小成 如果你那么在乎同事之间的闲言碎语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小成 你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 做大事的人 不应该受一些小事情的影响 面对困难 应该做的是面对 而不是逃避 身为主管 你要有这个能力来管理下属 更要有这个能力 画阻力为助力 画阻力为助力 对啊 在任何时任何时候 你都应该有这个能力 来把阻力画成助力 而且 你之所以升职 完全凭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的才华 而你的能力绝不只是当个科长 我相信有一天 我能把你栽培成我的左膀右皮 可是恐怕我 陈华 你再这样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 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 完全凭的是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写的企划案 我不准你再怀疑自己的能力 留下来帮我 听到了吗 小程 好吧 谢谢董事长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这才对嘛 董事长 如果没有别的指示 我去工作了 好 你去忙吧 哦 对了 以后私底下呀 还是叫我阿姨就行了 哎 哎 成画对不起送遥 哎 看见没有 总裁向科长道歉哪 厉害吧 这女人 我告诉你们 我们总务科以后 可以在公司横行霸道了 对不对 谁让你拿别人东西的 不知道偷看别人的书线 是不道德的吗 对不起 我没素质 但我很好奇 总裁究竟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了 对吧 不关你的事 去工作 哎呀 科长发威了 赶紧好好工作啊 看见没有 我说的没错吧 这女的呀 跟宋总绝对是很暧昧的 没错 不然宋总怎么亲自送话 那向她道歉呢 就是 所以说啊 这个女人上位 靠的根本不是什么能力 对不对 她靠的呀 就是跟 总裁 我不好意思说 丢人 进来 好 谢谢你 谢谢你的话 可是你把她送到办公室 这么做太不多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跟你道歉 所以才送话给你的 我跟绍军之间的恩怨 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向我道歉 还有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觉得我是靠和你的关系 所以才当上科长的 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让我很困扰了 你现在要送花给我 只会让大家有更多的联想 请你别再让我为难了 春花 我只是送你屎花而已 你不要听他们说闲话好了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 只要好好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就好 即便我可以不在乎这些流言肺 但是 我也不想再生其它的事情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决定请辞终点管家 你要不然做到月底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了 我已经决定了 谢谢你 诚获 诚获 喂 宋阳 有点事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在日光咖啡厅见吧 什么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你穿成这样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逛街啊 逛 你这样跟暴露筐有什么两样啊 这暴露筐还知道照一件外套呢 你 你这样出去啊 打算勾于谁啊你 这可是纽约时装周上 最流行的高级定制服装啊 呸 你 你别梦我了 穿得这么伤风败俗 我 不知道想去勾于谁 算了 我跟你说 我话还没说完呢 给我回来 打扮得这么妖里妖气的 我 我 肯定是有鬼 你来晚了 你就这么有心心我一定会来 你不担心我临时装约吗 对于一个以前疯狂追求过的女孩 你对她的关心已经超过可能 这一会儿不能复人吧 没有追到的对象总是让人比较难过 我只是把我的遗憾转成本情而已 找我什么事啊 我是想告诉你 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 以后你就看不到令你心碎的女人了 可不要太想我哟 你要搬家 可是你和绍军才刚搬进了 难道是因为昨晚的事 是因为诚话 你一个堂堂的天之娇女安丽娜 怎么会因为一个邻居家的 终点管家而搬家呢 这简直是头条新闻 你少跟我装了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好 我跟绍军去你家吃饭 就刚好遇到她在你家里 我看你一定没打什么好主意吧 你冤枉我了 我还能什么坏主意 再说 诚话他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 他为了绍军 前到我们安家做保姆 他还威胁我 还往安琪吃的蛋糕里面下毒 他多变态啊 听起来 这不像是诚话会做的事情 你应该是误会他了吧 算了 算了 我看呀 你也对他着魔了 估计你也不会辞了他吧 如果你说的是 我家的终点管家的话 他已经请辞了 如果你是说我们宋氏员工的话 我肯定不可能辞他 因为陈华在公司的表现 我全部都看在眼里面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才 而且没什么心机 连我们董事长都非常欣赏他 不是说我想开除就能开除他的 他怎么会没有心机啊 他是全天底下最有心机的女人了 我愿意想起来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 算了 你不会听懂 我看我还是乖乖搬家吧 这么恐怖的女人 我一秒钟都不想见到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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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你说完成话的事情 你也给我个机会 让我收拾你那个少君吧 说吧 少君怎么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看得很清楚 你跟你公公的矛盾 并不是因为 惩划而引起的 就算是你搬家了 这个矛盾你也解决不了 另外就是 安氏企业最近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安氏又怎么了 安氏换了董事长 这么大的事情 难道外头就不会传吗 你想想也知道 你就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少军 会隐瞒 他跟陈华之间的事情 他车祸失忆嘛 说过好多次了 这还要问吗 他说你就信了 琳娜 你明明是一个 很聪明的女孩子 为什么一遇到少军 就变得是非黑白的 分不清了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不管你师父 把我当做你的朋友 但是我是真心关心你 我不希望你这一辈子 就毁在这么个男人身上 你怕嫁错了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你对周边发生的事情 视而不见 难道你就没有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事情 全部和少军有关系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吗 我 闭嘴 谁敢乱讲少军的坏话 爸 我果然没猜错啊 背着少军偷人哪 还敢跟肩负义打一场 说少军的坏话 我一定要让少军知道这件事 爸 我没有 爸 爸 你别走啊 爸 你听我说 你别走啊 你干着你干什么 爸 伯父 爸 你站住 别别别 你不认为了 我什么都没有讲啊 是他一直在讲 是不是误会 我去跟少军说了就知道了吗 你别说 这样会破坏我们的感情的 我求你了吧 是你呀 如果我是真的冤枉你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大不了跟少军说清楚就好了吗 分明就是有鬼呀 你这不是在破坏我们的感情吗 你越是要跟我变 我就越是要说 而且我现在就说 来 我们负 不行 你不许说 站住吧 你不许说 你不许说 你 琳娜 起来 来来来 走 果然是一对狗男女啊 你等着瞧 我一定叫少军跟你离婚的 还哭啊 你没事吧 都怪你 咱们说 董事长 阿姨 坐吧 坐 你这都当科长了 怎么还是自作带饭呢 从前没当科长的时候 总是在这儿打发中午的时间 不来这儿的话总觉得怪怪的 而且在这儿吃饭比较自在 您吃过饭了吗 吃是吃了 不过老是吃一些差不多的东西 都吃你了 这个菜是我自己做的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您尝一下 我尝试想尝 不过 不是现在 那 我听宋瑶说呀 你的厨艺很不错呢 下班之后还上他们家去当终点管家 阿姨您别误会 我跟总裁之间 没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关系 你说哪儿去了 宋瑶啊 他是对你做饭的手艺赞赏有加 今天晚上啊 晚上他那儿去一趟 如果我能顺便尝尝你的手艺 也就不需此行啦 这个 我已经辞职了 是宋瑶欺负你了 当然不是 他对我很好 是我自己家里有一些问题 所以 时间上排过来 这 可惜了 宋瑶说啊 自从 他吃了你做的饭之后 就再也不想去外面吃饭了 我就没着口服啊 那是总裁夸张了 我没那么厉害的 要不 今晚你再跟我过去一趟 这 我呀 平常是自己一个人做的 我呢 做饭做的呀 不怎么样 可是总在外面吃饭吧 精致是精致 就是少了家的味道 可要是 让我自己一个人开火吧 有时候又觉得挺孤单的 这人年纪一大呀 就是喜欢小得多 不过我也不勉强你 你要是不愿意去 那就算了 毕竟这也不是工作 我也不能要求你嘛 对不对 就当我随便说说吧 好 阿姨 要不这样吧 我带您今天晚上去下厨 请您好好地吃一顿 真的呀 那好啊 下班之后啊 我就叫宋瑶接你一块过去 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啊 吃饭吃饭 快吃吧 您不尝尝了 我晚上再查 我晚上再查 宋瑶谢谢你送我回来 刚才那样不好意思啊 是我不好 我不知道 你和你公公关系这么紧张 爷呢 这么做值得吗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句话 你应该听过 爱就是不要问值不值得 你真是鬼影心强了 你为了少君已经陪上了家人 难道你还没得到教训吗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少君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何况我安丽娜的选择 永远都是正确的 不说了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喂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程华 他一晚上再去你家一趟 我可告诉你啊 我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才说服他的 你可别再给我搞砸了 谢谢董事长 先别谢我 到时候成不成啊 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如果你再给我搞砸了 可别说他不理你 我也会倒向他那边的 知道吗 看来是背水一战了 好 今天晚上看我的表现 您再给我打扮了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下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地方 你去了吗 我还没有 说好了 下次咱们一块去啊 好啊 成货 你看 看来 能不能打开 你找到他吗 你以为他 我能打开 你以为你 你也不应该是 你再打开 你在苦恼做什么菜也对了 没关系 一会儿你到了市场以后 你自然而然就有灵感 再说 董事长他又不是美食评论家 对吧 我得先声明啊 今天我会再去你家 是因为唐阿姨要求我下厨 不然我是不想再靠近你家半步的 我知道了 今天你是看在董事长面子上 在你服务的 对不起 我觉得你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有这个意思 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有意思的话 不管他有多凶 有多反胆 他都不会介意的 就这么这样 我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 就是上司和夏水的关系 我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点 现在没有 说不定以后会有希望 你别生气了 我把董事长看到你这样 要不然 你今天晚上就好好的表现 我以后别让董事长失望 我相信要把他顺利过关 我心里就有八分的感激 但是十分的遗憾 怎么会又感激又遗憾呢 感激就是 因为你肯赴约 来下厨给他做菜啊 当然感激了 这遗憾呢 过了今天晚上 就再也吃不到你做的菜 那遗憾 只十分 万分 万分遗憾 这搞什么鬼啊这是 爸你就别闹了 我跟宋遥真的没什么 我才懒得听你胡说呢 这少君的电话打不通 是不是你搞的鬼啊 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呀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让电话不通啊 你少啰嗦 等少君回来 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说 少奶奶 老爷怎么了 这个怎么办 给我吧 混蛋 你干吗乱动我房间的东西啊 谁让你碰的 不是 我今天是个房间 看见房间里很乱 所以整理一下 都摆放好 毕竟这是我的工作嘛 谁要你那么多事啊 你整理就整理嘛 干吗把我那些旧照片 都给丢了呢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有丢 我都收到巷本里了 爸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少君小时候啊 这是不是少君的妈妈呀 关你什么事啊 这巷板谁都不许动 要是不见了 我有你们好求的 别理他 真是老小孩 那么大年纪了 脾气还那么大 我看全世界最难伺候的人 就是我们家这位了 我要出去啦 你去哪儿啊 待会儿就要开饭了 你请的这个保姆啊 手艺平平 还不如小话呢 我现在要去隔壁吃饭 顺便跟我的前儿媳妇聊聊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跟少君团圆 不许去 你还嫌昨天在别人家闹得不够乱吗 你要是不准我去哪 我就把今天的事告诉少君 说你跟邻居乱搞 背着他偷人 去 爸 来 坐吧 来 坐吧 坐我边上 哇 好香啊 董事长真是托您的福 我才可以吃到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 宋遥啊 我觉得你这个家什么都好 可惜就是缺了一样 什么 一个能干的女主人 是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成家了吧 我也想成家 可是我这追女朋友的手段 真的是太烂了 总是失败 对吧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啊 嗯 喂 我帮你请饭吧 我来吧 我来吧 我 可 我的手有毒啊 不是 没有 好了 我自己去拿双筷子 我去帮你拿吧 宋遥 我用一下你的电脑啊 美国来了个极箭 我得看一下 哦 我陪你上去吧 好 哎 ru 怎么得 Fourier 然后呢呢啊 噢 啊 咋 FOO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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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今天宋家有客人来 我闻到一股好香的味道啊 伯父 您不能 这么满满一桌子菜 全都是我爱吃的 伯父 你 伯父 这 真好吃 这 好啊 你怎么能这样吃东西呢 手都没有洗 你太没规矩了吧你 什么没规矩 我看你才没规矩 在外面这样除落你公公 爸 咱们在外人面前别吵啊 来 咱先回家 怎么 你还怕丢人哪 小花他不是外人 他是少君的前妻 既温柔又娴淑 重要的是 他烧的菜特别地好吃 哪像你什么都不会 就会骂人 对了 还会偷人 你胡说什么呀你 我胡说什么了 你问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干了这档子事啊 你 安小姐 要不这样吧 既然伯父想吃 不如你们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就是嘛 这么多的菜哪吃得完嘛 我帮你吃 不许坐 不许坐 你干什么 姐姐 快帮我把他拉回去 干什么 打来呢 打来呢 你们 你不放回去 你干什么 我不走 放开我 走走走走 我要吃饭 我还没吃呢 快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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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回去 小花 我不回家 我不回去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不回去 放上什么事了 那么吵 是隔壁的邻居 现在没事了 赶紧去吃饭吧 菜都要凉了 好 走吧 这煮的是什么菜呀 这是人吃的吗 我不吃 我就是要吃小花煮的 我跟你讲 你休想去隔壁吃饭啊 这菜就这味儿 你要吃就吃 不吃你就饿着吧 你敢虐待你公公啊 好 你不让我吃是不是 我也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你干什么呀你 这 这都是 是我精心挑选的碗碟 全都是从欧洲进口的 你 你去把绳子拿来 好啊 拿绳子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你过来 你干什么看 过来 快一点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 我要把你给绑起来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闹 你这样虐待你公公 看赵君回来怎么收拾你 我就跟他说 你不仅跟我闹 你还要去隔壁找陈华 看他是向着我还是向着你 放开我 快点绑起一点 滚开 让你去找陈华 你不小的媳妇啊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闹 你这是干什么 滚开 滚 你这是干什么 儿子 儿子 你媳妇偷人哪 她还打算杀人灭口啊 你胡说八道 谁偷人了 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的 你 你这个老无赖 你居然打我 谁让你怎么对我爸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爸不仅跟我闹 你看这一定全是他搞乱的 最后我没办法了 我管不了他了我才 所以就把他绑起来是吧 他是人不是畜生 我是他儿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是大不孝你知道吗 活该你被打 你前在封建时代 你早就被修了 脱去游街进猪笼了 少君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就这样回报我吗 离他 别离他 这种不孝的媳妇 早点叫他滚 我还能多活几年呢 你 别理他了 快来帮我解开绳子啊你 真是 唉呦 好好的小话不举 你娶个这不孝的媳妇 你有病啊你 真是的 来啦来啦 快 丽娜 大嫂 怎么了 别哭别哭 先进来啊 娜娜 妈 妈 怎么了 妈 怎么哭成这样啊 发生什么事了 告诉妈 发生什么事了啊 妈 我错了 我错了 妈 我好后悔啊 我不该 我不该跟少君出去住 我也不该惹爸生气 害得他都生病了 我本来是想要回来看望爸的 但是 我实在没人回来啊 妈 可是现在少君对我这个样子 我该怎么办呢 他怎么对你了 他怎么对你了 告诉妈 他怎么对你了 他 他打我 什么 他打你 他居然打你 他怎么敢打你呢 还不是因为他爸 我们才刚搬到新家 住没两天 他爸就来住了 他爸是一个特别粗鲁 特别教养的人 他每天都跟我吵吵闹闹的 刚才又把我新买的碗 给故意砸碎了 我实在气不过 我再教训他一下 被少君回来看见了 他就打我 他跟我说 他会好好对你的啊 搬出去没多久 他就打你 这样下去的话 还了得吗 妈说得对啊 如果你回去的话 他一定又会打你了 你就搬回来住 不要回去 不行 爸 韩家 不欢迎这个不孝之女 爸 别喊我爸 我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爸 大为呀 女儿都哭成这样了啊 你还要难为他吗 你知道吗 他真是咎由自取 不值得同情 你不是说 你在父母和这个 混账的少君之间 选择他吗 那好啊 你去帮他 你继续支持他啊 你跑回家来哭哭哭哭干什么 啊 你走 永远不要回这个家 爸 大为呀 爸 丽娜是被少君糊弄了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对啊 我给他一次机会 谁给我一次机会啊 我白手起家 苦苦打拼下来的公司 你怎么被那个狼心狗肺的 混账东西给骗光了 就连我和你妈 我们的养老金 都被他们夫妻俩给骗走了 爸 少君说了 他拿这些钱 是去投资海外的一个基金 等赚了钱 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还给我 他这种鬼话你也信啊 他这件不是说 要好好疼你 爱你吗 他现在为什么要打你啊 我早就说过少君不是个好东西 你不但不听 反而让他牵着鼻子走 爸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我做得挺离谱的 我求求你别赶我走 你原谅我吧爸 我我都不知道我该去哪儿了 爸 人家说 嫁出去的鬼女就像泼出去的水 你既然选择了少君那个混账东西 你就应该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啊 他说 我们安家现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就算你回来 爸爸也养活不了你 你走吧 爸 去走你自己选择的路吧 爸 你别这样对我 你别跟我走 好快 你起来 起来啊 爸 你走 走啊 爸 都这么晚了 就让他留下来吧 对啊 爸 你让他回来吧 万一他回去 少君对他不好怎么办 您不要再说了 今天你们谁替他求情 谁都跟他一起滚 大为啊 你看看 丽娜都哭成这样了 你还那么凶干吗呀 妈知道 妈知道你受了委屈 可是 少君 他做得确实太过分了 你也不要怪你爸爸 会生这么大的气 妈 妈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钱还回来的 我不会让你们 连养老金都没有的 你哪儿了那么多废话 走啊 走 到围 赶紧走 走 我走了 我走了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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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去管她 爸 你哪儿从小都没有吃过苦 你 你把她赶出去 万一这 就是因为她从小没有吃过苦 她才会这么容易被人欺骗哪 我现在让她回去 就是让她自己去承担过错 多吃点苦头 看她能不能学会反省 会不会成熟起来 能不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 来 妈 妈 再来一杯 好的 丽娜 你在哪儿 别让我担心 你赶紧回家 我们好好谈谈 小姐 你的酒 对不起 宝宝 我知道我不该打你 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去接你